虽然你很年輕,但你做勞福局, 大家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 你自己有沒有計劃一下你明天退休,你會怎樣想過? 我也有想過,明天退休就不用那麼多時間工作 會不會有什麼特別想做, 會不會留在香港,會不會去大灣區養老? 其實我覺得回國內養老是很吸引的, 真的很吸引,我去參加了幾間, 國內那個安老的發展是很快, 而且國內它不是講院舍概念,它是社區概念, 所以如果老來將來我相信發展更快, 他們土地又多很多,人力都多很多, 那個模式都是吸引的, 所以我自己都覺得心思思應該可以下累 其實你去到那裡,你覺得最吸引是什麼? 你自己去參觀的時候,即是去考察的時候 它整個社區的設計都是為老人而設的, 當然年紀開始偏大了, 它的概念不是住在院舍, 其實如果你可以自立,你就自己獨立, 因為它每個人都是一個, 自己又是一間屋來的, 一個單位,你有一個單位的, 譬如我見到我那時候去北京看, 我不要說那間是高檔的, 他們兩夫婦,那個先生是沒有問題的, 太太就要臥床,太太有很多問題, 她要睡在醫院的床, 我問她為什麼要搬來, 她說原因是她在北京住的時候, 她住四樓,沒有電梯, 太太出事,那些人差不多單腳上不到, 幾個大漢扯著太太去醫院, 她很擔憂,但她搬去之後, 她兩個住在一起,兩間房間其實是, 她就住一間普通的床, 太太就是一間喜樂床, 因為那個整個下面就是醫院來的, 她有什麼事按一按鐘, 那些人就上來幫你解決了她太太, 她就覺得她很安心, 她睡得很安樂, 沒事做就跟太太在一起, 那裡有餐廳,有社區, 可以走來走去, 當然她給了租, 但是香港人是負擔到的, 在國內那個比較高價位, 所以你看到她的概念, 完全不是我的概念, 我的概念是負擔到的,